谈音说乐 不受欢迎的声音 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节目中 出现几首红歌 就会引来观众的批评呢 那么今天我们就从几个角度来分析一下 首先在第一期节目中 总共是唱了17首歌 其中有四首是红歌 我们都是顺强手 每一个子弹向每一个敌人 我们都是飞行军 哪怕的山岗水又深 像自己 像自己 可你其实不可阻挡 从曲目的数量来看 这一期的节目 红歌的占比应该是比较小的 只占到了23.5% 四分之一也不到 想必节目组应该也是考虑过 市场的这个接收度问题的 但是呢 即便只是这么小的一个比例 依然引起了部分观众的负面的声音 我觉得这里面原因呢 大概有这么两个 第一 爱国教育疲劳 因为在平时 大家在生活中 这方面的宣传和教育啊 就已经比较多了 本来大家周末看综艺啊 就是图个乐 找点娱乐 结果呢 一看芒果大综艺 又给上了一通价值观教育 还能不能让人好好娱乐了 这是第一个原因 教育疲劳 更确切地讲 应该是受教育疲劳 第二 这个批评的声音呢 应该大部分都来自于年轻人 因为年轻人 对于过去流行的这些红歌 没有时代情节 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 这些歌曲 虽然也还在传唱 但是不像过去那样 铺天盖地了 不像我们小时候 这些歌天天就在脑边想 你不听都不行 而人对于歌曲的感动 主要是来自于 内心情感的触动 和脑海中记忆的唤起 既然歌词没有触动 旋律也不在记忆中 自然也就无感了 另外 再加上 现在的年轻人 身处信息时代 他们所获取的信息 其中有一些 跟歌曲中所描写的 宣传的 似乎也发生了某种冲突 因此呢 内心就发生了某些对抗 总之吧 部分观众对于红歌的反应 也正是体现出 当代大众 在艺术审美上的一种 价值消解吧 下面我再说说我的看法 首先对于这几位 唱红歌的歌手 韩红 谭维维 胡彦斌 张琪 到底唱得怎么样 歌曲改编的又如何 有人说 把红歌都改成了摇滚 等等一些说法 这些问题 其实在红歌面前都不重要 因为翻唱红歌的首要意义 一定是意识形态为上 至于唱成什么样 改成什么样 其实都不重要 任何的改编 都无法改变 它的核心价值属性 所以对于歌手的演唱表现 过多的评价 似乎没有太大的意义 不过我认为 这几位歌手 唱得都挺好的 没什么太大问题 至少都比毛大姐 唱得要好多了 另外对于这个节目 是否应该出现红歌的问题 我的观点是 它应该要出现 而且必须得出现 因为本季节目的利益 是百年中华音乐史 而历史是客观存在的 既然你要呈现历史 那么各个时期的代表作 那就必须得有 否则历史就会有缺口 所以对于红歌 不管你是否认同 在历史面前 它不容跳过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这些红歌 全部都是时代的产物 在特殊的历史时期 它已经被时代 赋予了某些特殊的意义 尽管这种意义 在不同人群中 它的实际内涵可能会不同 但是它在某个历史时期的 影响性是客观存在的 所以要想勾勒历史的全貌 那么这段历史 这些歌曲就必须得有 但是鉴于个人的成长背景不同 年龄和阅历不同 对于红歌的认同不一 这是正常现象 我们要正视和理解这种 差异性的存在 从某种角度来说 这种认同差异的存在 其实体现的恰恰是一种 社会思想的进步 同时我们也应该要接受 年轻人对红歌的不喜欢 也要理解中老年人 对红歌的喜爱和认同 举个例子 比如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 有时候对红歌歌曲中的内容 可能会出现一些 自己的不同理解 但是由于这些旋律在成长过程中 已经深深的刻印在了脑海中 以至于每当耳边响起这些熟悉的旋律时 内心还是会忍不住的感动 为什么呢 因为那都是儿时的记忆 或年轻的记忆 其实我们大部分人 儿时的记忆和成长的环境 你是无法选择的 而且是没得选择的 所以我们在成长中接触到的那些歌曲 那是一辈子的情感动员 这个就好比历史上的中美关系 中美之间到底是对抗 还是合作 这对于像我们这样的 楼椅大众来说 我们是无法选择的 没得选择 在时代的洪流之下 每个人都一样 我们都是如此的卑微 如此的渺小 所以有些东西 它是历史的产物 是时代的命运 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理解 去看待红歌 这样似乎就能够让自己的内心 就不会那么拧巴 所以对于红歌的情节 有人有 有人没有 这是正常的 有人被红歌感动了 有人没被感动 这也是正常的 被感动或不被感动 都引来批评 那么这个事情 其实也是正常的 一个社会 一个正常的社会 就是需要允许 对各种不同的问题和思想 都有不同的意见和声音 不过话又说回来 如果在这一季的节目中 红歌要是太多 它肯定会影响 这一季的收视率 所以这也算是我给节目组的 一点点建议吧 如果大芒果 红岛的团队 还想再创 像上一季 宝岛季那样的辉煌 那么红歌的占比 应该要相对减少 不过我认为 这一季的选题 即便节目组 再努力的去迎合市场 应该也不会达到 像上一季 宝岛季那样的收视效果 为什么这么说呢 第一 台湾歌曲 在过去几代人的心里 它的流行性和影响力 是大陆歌曲 所无法比拟的 第二 对于港台地区 以及海外华人观众来说 对于大陆歌曲的情感共争 相对较小 因为这也是跟 时代特征有关的 所以我说 尤其是建国后30年的歌曲 如果节目组 想要收视率 那么这个时期的作品 就得相对减少 但如果你说 我是有任务的 那就令他辩论了 那么这个就是我对这一期节目中 棘手红歌的一点看法 接下来我会继续对节目中的其他歌曲 进行一些不同角度的分析和评论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感谢观看